張智霖出席器官捐贈活動 張智霖出席器官捐贈活動 身為大使的他 當然都有登記器官捐贈 太太袁詠儀和兒子摩童都很支持 提到摩童就來生日 Chillam又安排好點慶祝沒有? 是呀,現在不太需要派對 蛋糕 蛋糕當然要 我是一個代言人 但其他例如預約一些地方去派對 因為其實已經做過好幾次 今年想別開生面一點 希望可以在網上跟朋友派對 生日禮拜是不是都很省花? 不是呀,是昨天已經買了 買了一部性能非常好的砌機電腦給他 Chillam就帶爆摩童現在喜歡玩Online game 有時還玩到不想理他 他會的,有時的確是集中精神的 譬如我喜歡打桌球 我都不會想有人在我旁邊 不停跟我說話 有時一個集中力的培養 是不應該去破壞 我覺得是這樣 平衡的分配時間是最重要 但我不介意他去打機 其實我希望他變成一個電競選手 真的嗎? 是呀 我覺得很好 電競是一個奧運項目 看到劇集食日風暴的劇組 不用趙本生的照片做遺照 身為主角的張志琳又怎樣看呢? 我覺得是不可以犯錯的錯誤 我當時拍攝的時候就不留意 因為有很多其他事情我要兼顧 即是演戲、對白 我覺得不可以再犯這些事情 我會 han ferm下訪 我會有很多問題 我會有很多問題 我會有紀念